完結就終結啦 我是Jakynne回首 她倆個熱波解決了暗瘡 一無散暗瘡,我心翻散 由Jakynne補暗瘡 你繼續爛婆 連我們的兒子都沒有了 我以後都不想約見到你 好呀,你幹嘛不玩呀 好呀,你怎麼看我 好呀 好呀 歡迎來到大陸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名 靚波王 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尝一尝靚波之尾 即打23990812 或上 www.23990812.com 今時今日 妖邀邪當道 九官滿朝 要幫他們打開地獄之門 送他們一程 最近是這些案 破不到案 即是你想做反對政府傳媒 王康正 阿Ben 麥仔 和你一起破地獄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 股份編號290 專注服務中小型資本市場 提供證券買賣 資產管理 財富管理及品牌推廣 助你把握先機 在愛情路上 有人愛得前面 愛得轟烈 愛得驚心動魄 愛得無骨想熱 電影天生愛情行 現正招募曾經遇上不尋常伴侶的你 讓你可以用短片 細說黑骨銘心的經歷 請將你不尋常伴侶的經歷 聯絡名稱和電話 電郵到promotionsatonedollar.com.hk 我們會有工作人員聯絡你 原來因你協愛得和 我終於誰也笑我思索 星期五 蕭先生助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民史哲理 風也笑笑 現在開始 惡文踩場 笑人牛底 不要假獨立 不要假獨立 謝偉俊站出來 學問思潮繼續踩場 昨天去到謝偉俊銅鑼灣律師行 希望他就國民教育表態 翻查資料 上年立法會 一個修訂洗腦教育的修正案 超人投了棄權票 今年我們看到他的好朋友 白姐姐 居然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 這是其他比較奇怪的 想買進去問個究竟 可不可以幫我們打到廁所 那麽自己打上去 其實我們一班學生 十幾個學生 已經在下面都等 剛剛不是說兩點鐘 你再打來吧 麻煩你 不斷摸門釘 最後連警察都來了 這些學問思潮 是的 你其實也很害怕 我們希望上海 製交我們的示威物品 就是一般的恐怖 律師頭的職員就說 超人去了拉票 搞了四十分鐘 直至上去 但是又主多左膽 記者還指針在門口拍 學問思潮說 發紅布語意招人 應該維護思想自由 反對洗腦教育 學問思潮另一班成員 本來打算找劉華職馬 龐埃蘭 怎樣 龐埃蘭講愛的 對不對 另外就是 講講梁振英的壞事 首先 他其實真的在外交事件上 這個碰雨台事件 抽水 你說說Henry 在這個釣魚台的 登陸的成員被日本扣留之後 他就立刻召見 這個日本總領事 去查詢 然後在傳媒上 就說他們會尊重 以及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 以及就說 香港政府會全力幫 這一班被扣留的成員 爭取無罪釋放 以及可以遣返回香港 那最大問題就是 基本法 你怎麼說 阿余菲來講 我沒有去查考這方面 外交應該是屬於中央政府 國防外交應該屬於中央政府 國防外交應該屬於中央政府 大家記得馬尼拉人治事件的時候 有時候 阿余菲來打電話給阿紀六三世 然後 沙玉菲寫 偏夜間 次主權就被土共罵到七彩 現在兩人都要做 現在他們自己做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 因為梁振英出來抽水 他最好奇怪 就是 香港人對這幾個島 是有很深厚的感情 有很深厚的感情 你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有些感情 中國人是不是對蒼井空很有深厚的感情 劫持他們中國 那你可不可以登陸蒼井空 講講港深一體化 你講講這個問題 Henry 講深一體化 其實之前一直都有講 不過現在說 會提早落實 其實最主要就是 會在新界的東北地區 劃分一些 之前都有提過 所謂河套區類似的事情 可以容許兩岸的人民 都不需要簽證 在那裏居住 或者營商 以前的講法 其實主要是講深圳撥一些地 但現在就好像 深圳和大陸都會畫一些地 所以那些人就會說 就好像割釀燕雲十六州 就割了給大陸政府 大陸人就可以 無限制之下 就可以在那個地方入境 之前其實是用一個移居灣 來擺出來的 但是 吵了一段時間 突然就少說了 接著現在 梁正英說 他搞了特區中的特區 原來就可能 用這件事 來包裝之下 又再推出來 最糟糕的 他搞這個特區 是有大量的住宅 這個我是反對的 因為其實這個 是要徹底預防線 其實是不能夠這麼大的 幾里的地方 就什麼都夠了 你用來做醫院 學校 或者大陸人在買名牌 不用來中環 減輕中環 和黃角 尖沙咀的壓力 但是 如果建了很多住宅 這就大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 這條防線是怎麼搜的 因為現在自由行 通關那麼方便 你在那個位置住 你真的不可能不來香港 除非你說 住在那裡的人 是完全不能入境的 或者經歷一個很繁複的審查程序 所以才能入香港 但是現在全中國 各大城市的自由行 都是審批很方便的 你怎樣可以防止 這群人 不去南下香港 這件事情 是完全不可能 是 他是完全沒有 心思熟慮過的 其實是集中一個地方 然後基本上 你有第二防線 即是那些人不准到過夜 不然就變成一個移民區 而且應該是有緩衝區 即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區隔 現在是完全不做區隔 即是變成了 香港有一塊地 在你旁邊 然後這塊地 就可以有大陸人住 聽下去 其實很可怕 我只是說要有第二防線 即是說這條圈 大陸人很准進來 晚上要回去 那你有第二條防線 這些大陸人 不准過香港 是嗎 整個計劃 就是粗疏不得了 當然 你講了梁振英其他 粗疏的計劃 即是你講一講 這個居屋的 其實是進退維谷 其實現在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些房子 是不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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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妙想天開想一個計劃 就是不需要增加房屋供應 但又可以令到香港人自業到的 當然就是之前說 五千個居屋 現在就說 治安心 就不要租了 只是買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這單位又可以當作一個 就是房屋供應 用這一種的方式 其實現在要走兩條路 第一條路就是我們所謂的自業階梯 就是居屋 然後現在房協又提出可能要建甲屋 就是用這個方式 就是給不同的香港人 有不同的房屋津貼去買資業 那就不會影響到那個樓價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 就是把那些居屋 購買資業的特權和自由資業的東西分開 結果香港有一些人沒有這一種的條件 他就要捱貴樓 有一些可能是幸運抽到的 或者他可以符合這個條件 他就要成為既得利益者 這件事情很明顯看到 最後一定會有一個社會矛盾 那你沒有增加供應 那一刻 你免保地價 就是去買居屋 其實就是 炒高了居屋 那現在的實際問題 就是居屋立即升了10% 那真的進退圍局 這件事是不知怎樣做 那你是不是縱容會繼續炒下去呢 我問你這個問題 還有現在梁振英有個身口 剛才他有關注樓價 之前是關注香港特區政府不同的問題 但他關注又不會做任何事情 只是關注到最後 第二呢 他還說樓價的問題 他現在定樓價 他說不會影響樓價 就算他推薦房屋政策 也不會影響到現有樓價 那就是完全出賣了香港支持他的人 因為那時候 他就要把香港的房屋問題 解決了他 那有什麼可能 樓價不減 會解決房屋問題呢 除非全香港的居屋 或者津貼房屋的資助率 都是100% 但他又不是說這件事 根本現在 已經將他之前的承諾 完全推翻了 而事實上 最近發生什麼現象 你知道嗎 樓價又升 就是這樣升 是啊 我老婆先罵我之前 叫他不要買樓 我說樓價一定推倒樓價 誰推倒啊 又升20% 我現在也是一個受害者 哈哈 而梁振英 那些地產商周圍告訴你 不用你梁振英 他現在停樓價 結果樓價再升給你看 我真的不知道 梁振英怎樣交代 我看成交量是去到97年最高峰的時候 現在中原指數都已經全部超過了 爆發單都變了 第二我不明白他們怎樣放假 你說放假這個問題 我主要是看陳茂邦 之前說我要放一個星期假 現在又跟記者說 好像風聲沒那麼緊 現在轉放七天 七天就回來了 我聽到這個 是啊 不是啊 高永文又放假 高永文又放假 你們喜歡放假 喜歡上班 又要再提一件事 初陀歲月 現在這班人就是在做梁振英說的 他不是說要蓋房子 完全又不搞 而且波波放假 他好像現場沒有看他出來 是啊 他真的不懂 他真的不明白 而且最後是拍到他老婆在機場 然後他老婆一天發生 又說如果他媽媽有什麼發生 一定是傳媒的問題 是啊 很有梁振英的老婆表 最好笑的是他老婆不喜歡面對傳媒 所以他出來頂了 原來他老婆一見到傳媒就發爛炸 可能在家裡已經罵了 哈哈 他叫他老婆出來頂了 已經被老婆罵了一陣子 這一個是 好了 第二就是 你老婆不時之做傳媒 他常常選會計界 他老婆是競選經理的 哪有競選經理 不面對傳媒 這些車大爆車 根本就是 不過老實說 會計界的功能組別 是沒什麼怎麼cover的 這兩個是告假 是梁振英批准 梁振英告假 是自己批准 一個多月就 一直放假 還有一件事很嚴重 梁振英是什麼 資產申報 資產申報 他現在說 他有一些公司 擁有幾十個百分比股權 但是其實之前 偷偷看 好像有間英國的BVI公司 所以控制著大德良下安 而他告訴人 那個是沒有中國 中港台的生意 所以不用申報 這也是他發明的 你擁有任何生意 都是要申報 跟中港台沒有關係 不用申報 不用申報 那你別人說 手持不是很多股份 照他這樣說 如果接觸美國的國防工業 都可以 前面我都學習何俊瑩 這間公司沒有賺錢的 不需要申報 不是 我要說 不刊獻 我真的不能想像的 公務員 是有一套自動系統的 你以為香港是大陸 喜歡刊獻就刊獻 喜歡不刊獻就不刊獻 其實現在都有一些 香港發佈的部門 癱瘓的現象 因為之前 梁振英有一些公告 全部都還未改了 他的名字 仍然是曾蔭權 是Donald曾 還有曾蔭權 現在發覺不知道 為何會這樣 可能是有些AO的 我真的不明白 一來講 就是要刊獻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 因為 因為他們是負責 policymaking 要作出決定 由誰呢 應該 是很清楚 英國佬這些事情 以前中國都很清楚 兩個人 一個交印就要立即離境 第二個處任 不能夠有兩個人在作主 也不能夠真空 是在推翻公務員的傳統 我們說公務員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講程序 所有的程序 應該要執行 即使人們不留意 你做了這件事 是證明了政府的運作很詳純 但是梁振英 完全當這些事沒有到 正在製造一個AO文化的破死舊 那就是大陸的加電減價錢 有什麼啟事 我已經講過了 于非你記不記得 大陸加電減價錢 是不是生產過剩有關 生產過剩 其實import export跌到負數 今年上半年的GDP 是不夠去年的一半 如果認真來說 大陸已經陷入衰退自重 這是鐵一樣的事實 譬如國美股價由2元跌到5毫 現在才升到6毫多指 這些都很明顯反映到 那個家電市場在崩潰 是的 家電市場在崩潰 其實那個import export 外銷是停頓了 中國是很多年來未試過 那個current account變成deficit 你現在不要以為有3萬億美金很厲害 是十幾年積回 94年那刻更少錢 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 一出現外流情況 就是兵敗如山島 現在這樣的情況 根本就是 當然就是這個 大陸是怎麼說呢 政令不出中南海 就是地方有地方 都已經完全不聽中央說 完全不聽中央說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沒有辦法再靠capital expenditure 增長的經濟 因為基本上 總共負債已經到百多億了 就是國企和地方 百多萬億 百多萬億 真的很嚴重 即是去年我跟大家說過 那時候是80萬億 最近新數字是100萬億 貨幣發行數字 全世界沒有人的貨幣發行數字 是GDP的兩倍多 只有中國 如果說美國亂有錢 對不起 美國最多每年是增加幾個百分比 中國 是每年增加三成 中國每年增加三成 而每年增加三成 最嚴重的事情 就是衰負每年增加三成 抽稅 還是在破產邊緣 大家說說遼寧和武漢出現的狀況 另外前一兩天在討論區都聽到 實際上我們附近常平 英國政府已經破產了 很多地方事實上已經全部破產了 即是霸市那件事 周圍霸市 因為市政府基本上破產 於是他們怎樣 拼命抽水 就是去拆譜和瀋陽一樣 現在如果梁振英 是不是香港想學習這些東西 東北發展區別人很擔心 或者出現強拆 問題就是 中國的經濟環境很差 但我說過 中國的經濟環境很差 香港的經濟是怎樣 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是主要 一個是怎樣 就是中國的經濟 拖死了香港的經濟 另外一個是資金逃亡 資金逃亡 現在大陸就出現資金逃亡 一千萬身家的人 三成就移民 有七成就在搞移民 哈哈哈哈 那是不是香港的經濟 好像看起來都沒有出大事 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上面的資金 湧下來 所以暫時不覺得香港的經濟有什麼事 資金氾濫 資金氾濫 一定是出現 資產泡沫 下一步就是通脹 是啊 資產泡沫 當然是貧富懸殊 更加惡化 這個沒有理由 不是這樣 持有資產的人 就是發財 但你敢不敢買下去呢 我是不明白的 如果大陸經濟那麼差 這個如果看回香港的命運 我有講 這個叫租界式的繁榮 每從大陸大鑊 租界式的繁榮 錢都湧進去 那就是這個 這個澳門也很嚴重 澳門很嚴重 因為資金構成的 大陸限制的錢去澳門 現在是不准輸的 最近澳門賭場 有賭場 因為一個 指令式經濟的情況 那些人的行為 是難以估計的 那些難以估計 究竟這樣會怎樣呢 而我覺得 歐洲和中國 同時陷入這個經濟衰退 這件事是非常得人害怕的 我都不懂得怎樣處理 還有聽你說的也很嚴重 現在常平東莞是嚴打 澳門有限制 現在黃島獨 黃和島都不給你了 現在只有獨玩 如果獨也沒有玩 中國大亂 這些都是一些中國人去發洩的場合 那搞法 我遲些要出一路向西 就變成懷舊片 我想說 蕭先生 這間網上一直都說 很擔心一路向西出了之後 太過介紹得多東莞的問題 搞到東莞政府要繼續嚴打下去 搞到他們沒得玩 這個問題 我也講過 我們為什麼叫東莞的森林 其實是因為人家不喜歡我們叫東莞的森林 東莞政府不喜歡 東莞政府不喜歡 對呀 要給一點點面 因為東莞跟我們很接近 他找到一萬七個人來跟我們講情 一百萬億的貨幣供應 虧空了百多萬億 全部是沒有錢還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越建了新的infrastructure 越建了新的建築物 越建了新的建築物 GDP在起的那一刻就變得多了 因為你移動 這是掘地理論 但是你建了之後 你就糟糕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又負了更加多債 不僅負了更多債 因為如果你的infrastructure 是沒有人使用的話 就是還沒回來 那個maintainance是更貴 越來空的房子 你就越難去保養 就是這樣 有人住才沒有那麼容易救 就是你如果在外國有空屋 你就知道很糟糕了 就是這樣 你一個月去三個月 其中一個月就打掃一間屋 才有些人氣 是很糟糕的 你是越來越泥足深陷的 就是我的親戚告訴我 以前在大陸 那些官員 那些大工程都告訴你 他每個部門要收多少錢 就是每個部門 這是有一條數譽的 現在就不是 現在他說 無論多小的工程 一單幾十億的工程 小到幾十萬的盤頭 都要他們判 你完全沒有自主權 我講過兩個現象 第一就是你指不到那些判頭 那些判頭 就是奉紙偷工減料來押 因為他們要盡量 每個部門都要判這些合約 就是這樣 即是直接做售貨 不是我講的 就是湖南工程隊都出來慎 就是說地方政府指令性偷工減料 而他們覺得危險 橋和路都是 喂 越新越糟糕 第二就是亂開 我們那些叫VO 就是超預算的 是任他開 VO任他開 於是搞到 香港派上去的人 大家全部工程都不肯簽名 因為他們有什麼事呢 他們是拘捕了那些負責人去 拘捕了那些負責人去 是告謀殺的 你有多危險呢 為了平民分 就要你們那些人死 果然沒有人敢簽 大哥 怎麼簽啊 他不是像香港一樣 就是隨排 是告謀殺的 你明白嗎 那些消防 那個危機的 那些消死人 就又捉了告謀殺 你明白嗎 那現在樓下崩了 那怎麼辦呢 這次是 加上你講的 沒有人用的東西 就是偷工減了 沒有人用 是雙重的一個 一個招救 Variation order 沒錯 所以 但是如果中國經濟有危機 歐洲經濟有危機 那原理上美國經濟是不會好的 那美國經濟也不好 那你的錢做什麼呢 現在你還敢不敢賣樓呢 當然我已經叫大家千萬不要賣樓兩年了 當然樓價繼續升給你看看 但是一樣東西 這個是1973年那一刻 我說股價完全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那時候置地收購牛奶 然後起了智庫 這個現象是不能夠長久的 1987年 有一晚 我跟黃玉郎說 現在玉郎呢 整體的市值呢 是高過中巴 你覺得合不合理呢 你覺得合不合理呢 兩天後就崩潰了 那時候黃玉郎怎麼回答你 那時候黃玉郎怎麼回答你 不合理 他說我們慢慢找機會出 那時候沒有時間 慢慢讓你找機會出 他拿著兩億股票 你說玉郎朝變成像Marvel那樣的畫 是啊 這個沒有理由 玉郎朝值錢於Marvel那樣 那時候的玉郎是帝國 玉郎 以前的節目也提過 玉郎說是全中國可以發學 那就是 所有一件事 如果太過不合理的話 他是不能持久的 那就是 王國興 我一定要 他應該是 拜了誰為師呢 你知不知道 金正恩 即是他那些叫先君 一搞政治 你就拿槍出來 這些叫先君政治 是朝鮮的政治傳統 這是北韓的政治傳統 為什麼這樣做呢 這陣子可能是復興的 那就是高鐵 就是大陸說 多少條高鐵有問題 很嚴重 連到這個 武越線也有問題 武港也有問題 全部偷工減料 我都說 世界 高鐵工程專家一看中國 過去幾年建的高鐵 是不可能的 現在最嚴重的 他現在搞外銷 沒有市場 強行逼港鐵吃完他的車卡 現在工程車的車卡 全部都是 現在很多港鐵 尤其是 觀塘市場 幾乎開始 逐漸去改用 大陸出產的地鐵車廠 也看到一個令你震撼的場面 就是電線桿的問題 一個無縫的 纖維的 高科技的電線桿 但你看到一個什麼現象呢 當然那條電線桿斷斷了 然後他用膠紙紮 賣 那膠紙瘋 007來的 是不是膠紙瘋 我聽過好像在香港也試過 香港也有 就是那些大陸出產 不同電線桿 高科技很貴的 這個是不是很離譜呢 就是 就是 去到我現在這些問題是不懂得回答 那你在一個這樣的世界裏面 何以自保呢 就是你又不知如何自保 根本就是 所有事情都太危險了 只可以盡量保守一點 但是又通脹 是啊 那就是 講回牛的問題 就是 現在到他可能幾招 但是他們一班人 是很執著去釣魚台的 雖然 我是認為 你幾個人上了釣魚台 其實都是沒什麼用的 人家都是會弄個燈塔 又拿走你的旗 就是大家基本上是鬥壓頸 你有本事就派軍隊去接收 其實唯一你想釣魚台給中國 就是出兵 大家出兵就可能要開戰 不過永遠這些事情都要說一句 都要尊重別人的感情 是啊 要尊重別人的感情 是啊 不過這樣說 反正我們這也是選舉的廣告 那牛的妹妹在街上撞通學 她說 我一定會投給你 不會投給吳文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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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麼好笑 這個是很有理由的 因為你現在 吳文軟只有0.5% 基本上沒有機會贏 要棄補她 是不是 你投給吳文軟是浪費的 我不是叫大家棄補吳文軟 那幾千票 其實故事是這樣的 故事是這樣的 因為以前社記新西 其實就是 根本就是大舊的裝腳 自從現在分開之後 新西其實就沒有人 結果就是整隻牛加班 那些牛就率領他全排人過 吳文軟是一個人在鋼島的選舉 結果不幸就是 吳文軟的選舉工程 和士達南的選舉工程的規模 幾乎一樣 他好像Rating低了士達南一點 對 士達南是全國知名度的 就是打射民年的牌頭 而我見過的所有的 就是這些30秒的自我介紹 最好笑就是KIM那一條 知道他要說什麼嗎 他請大家投我的票 讓我有五萬元還分 那五萬元是借回來的 吳文軟是坦白的 有沒有一個後選人 就是悲觀到這樣 吳文軟是 但是他竟然也有一個 吳文軟是沒有學生的家長 是借給他的 他現在最擔心 就是沒有五萬元選 吳文軟是 但是他竟然在滾動民軟 也有一個百分之少 吳文軟是很害怕的 吳文軟是真的 侯文軟是很害怕的 也有一個百分之少 為什麼KIM也有一個百分之少 我猜他未經過喀神 moi FAQ 子君可以拿一張漫畫 可能真的會令到有人 複疑了 所以這一次的專訪 第一是知名度 第二是可選性 然後才可以再打下去 差不多 我希望講一點 很好笑 其實基本上有點臉 還是很想要這樣 休息一下 mosquito 要一杯摩卡 要一杯 手机也可以即时下载QPON的吗 是的 只要上cssmobi.com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 全城最热门的餐饮娱乐 购物消费优惠 提到一位 还可以即时下载和分享给朋友 cssmobi.com 全城最开一位 看对即用 请你喝吧 我是Santino 我叫风萧萧 喂呀 你干嘛不看我啊 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头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啊 我已经试了很多方法 但是也没用啊 不如你星期一或者星期三晚 收听明星潮仪馆 和食得精彩时段的 Jackaline护肤教室 皮肤及暗瘡治疗专家 Jackaline会讲解不同的皮肤问题 教大家养生美容 健康身体改善皮肤的方法 到时点止望你 还疼你 教你健康身体改善皮肤的 Jackaline护肤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想终极暗瘡快打 31884002 预约免费皮肤资深 西贡White Black Cafe 选用具意识风味的 Pascucci专业咖啡豆 冲调出品味 独一无二的 Flat White招牌咖啡 放向腹育的Rose Latte等 被誉为全西贡 最有水准的咖啡 配上自家製蛋糕 欧绿色露天田圆茶座 随时都享受到 仿余自身外国咖啡店的 休闲时光 更设有私人派对party room 宽躺而且私隐度高 约上一班朋友 或者带上宠物来 开party 炭咖啡都一样的对 White Black Cafe 西贡普通道62号地下 订坐电话 3113-6088 靓波王 速身推出赤板团骨煲 鲜辣新口味 很特别 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 和靓波王 它的新鲜首节肥牛 和专门手楼的 优质新鲜生料 也都远近辞明 靓波王 还是卫生署认证的 有型食肆 尝一尝 靓波之尾 即打23990812 或尝 www.23990812.com 星期五 萧生坐镇 陪你游走古今时时 到尽民史哲理 风也笑笑 现在开始 大家知道 其中有两个选举 两个情况 第一 非常不公平 党有超级区议员选 就是好多 民建联工联会 民主党 除了民协 民窃协 陷加的机会极大 最后 你高人1%有什么用的 因为人家贏了 可以调票下来的 其实 扣那两个数字 你就知道是多大事 如果你整体香港 55比45 你扣减了两个数字 一条就是 一人一票 功能组别那里 民主派有10万票 那你150万票 本来就90比60 大约是这样的 你少了10万票 只有80 第一 第二 不投的 坚决不投的 是有6-7% 有10万票 那你只吃别人 就是10万8万票 别人分得云 民主党不会跟你赔票 所以民协就以为自己跟到的水 怎么知道都是最大输家 最后一个被出卖 他就倒这个六四黄金给他 到最后的人会配票给他 但是他不明白 就是你教师呀 法律教 怎么越来越来越南 他不管准备地 过去